如果你想把OBS直接錄NB4的 您進到它的設定裡面 有一個叫做這個 應該是影像 影像這邊 輸出輸出 你要把它換成進階 您看一下 在輸出這邊 把輸出模式換成進階的 換成進階的 好 你現在看到 我不是串流 我是要找錄影 有沒有看到錄影格式 可以改變 就是要變成進階 進到錄影 我把它變成NB4 可是它會給你一個警告 在這裡 這個差別最主要在哪裡 因為NB4的編碼 它不是一格一格的編 它是好幾個影格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好幾個影格之後 它把它分析 找出這幾個影格相同的 那個編碼 然後再把它 就是抽出來 所以說如果你是用NB4 方式錄製的話 要留意一下 萬一你錄影的時候有當機 或是到一半斷掉 我們用FLV 因為它是一格一格錄 所以它可以還原 即使你沒有錄影成功 所謂的就是標準的停止 但是NB4呢 如果你當機 或是不小心停掉了 你那一段就是毀了 它只是告訴你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覺得說 我覺得這個無所謂 那你也可以選擇 直接錄下來 就直接變成NB4 它就不需要再經過剛剛那個轉檔的動作 就是這個地方 跟大家稍微補充一下 好